大家好,我是新女词,就会再来的重回第三代的游戏抗尸贬 上期是来到了这边这个医院地下的实验室 当时是发现在Infernal难度下Magnon是... 哇,怎么刚才卡了一下 Magnon是没法一枪打身体伤害,把配合的直接打死 所以说现在当时也是浪费了很多弹药 就是当时决定重新毒一下党去把这把损失的弹药再给弥补回来 毕竟现在到了游戏后期,也是用Magnon的地方比较多 再加上我的弹药量不是很充足 所以说这边能节省的话是节省一点 收尾毒给党的话,其实离上一个存产点当时也是离得不是很远 没有浪费太多的东西 咱们看一下这个地方我用什么,三轮枪可能就不用了 估计就是Magnon跟这种的榴弹炮 看一下榴弹炮的弹药都拿出来,Magnon要拿一下 火药粉的话也都拿出来吧 应该是就这么些,其他的武器应该是没有什么需要的 看一下调一些爆炸弹,调一些Magnon弹药 应该是还有一个B,然后楼上拿钥匙房间往左肘 应该还有一个这边的高级火药 我估计暂时就这么一个配备吧 其实可以像上地雷弹,地雷弹感觉上用处不是很大 Magnon弹拥,Magnon弹 现在我们回来 Magnon弹 Magnon弹 这样接下来的房间 我要是 我在想是 我直接用爆炸弹把这怪只都击倒 还是说用麦克特马上打掉 这只怪我觉得要直接打掉 因为是在我的路上 剩下的怪看情况吧 那这边如果两只怪在一块的话 我可以选择把他们击倒 在一块 可以 什么情况 我被攻击了 这是什么情况 你的话 我也不太清楚 只是刚才把这个人完全忘记了 又一个B 这个倒是不错 血量有点危险 这个人 4发留存蛋 手术化有点少 我觉得 先加一个血吧 毕竟下边只有Hunter 这个地方在箱子里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还是另外一个喷雾剂 三发地雷弹 火焰弹 火焰弹打楼上的地方应该不太有用 我觉得那边看情况 人多的话直接用 油断炮打 爆炸的AOE伤害 如果是弹割的敌人的话 直接是Magnon打掉 这个房间人实在是太多 我觉得必须是杀脚 不然很难通过回避 是硬闯 我觉得是不太可行 这样第一个是Palehead 直接打掉 第二个的话 只有一个人吗 我是希望 嗯 嗯 这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嗯 是什么情况啊 哇哇哇哇哇哇 有人了 那些好像他们头上长的 就是Nemps的那个帽子 好像是穿着护甲 所以打成去这个AOE 应该是不太不太有效 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的话 油酸弹肯定是首要的一个选择 打绿克尔 之后 可能这是油酸弹 然后配合 我觉得 我觉得这配合火焰弹吧 但我的 好像是流酸弹切换弹药之后 马上是换到爆炸弹 那就爆炸弹 我是怕切换的太多 导致我的操作混乱什么的 那第一个前两个Hunter应该是可以 可以同时 同时AOE到 什么 嗯 嗯 嗯 这个明显是比之前呢 要南上铺少 一个流色弹都打不死 火焰弹呢 火焰弹 刚才是火焰弹直接DOT给烧死了吗 嗯 这个有点问题 天啊 还是 有点瘫了 我银行里怎么还有一个人 天啊 这个 这个人刚才我 我是觉得我是真的没有太好的办法 他没有攻击我 那边是一个普通的小火药就算了 你开始冠冠冠军 放在这些材料里 上去 好 Boss战,根据之前的打的情况,可能依然是会被Boss秒 所以说,我可能,当然有一些僵尸会出现 我也是不太清楚 看一下,先把草药 火药粉应该就这么多了吧 就这些火药粉 这样,这次打可能是散弹枪为主 我估计,手轴弹是之后的Boss战则用不到了 大概是这么一个物品栏 别的,也没有什么可以拿的 应该是这个样子 不太对,还是要拿手枪,因为是到时候会需要 把手枪的子弹装填满 这样,麦克能我觉得可以放回去打最后Boss用 手枪子弹可以放 刚才是放了一些,有散弹枪弹药吧 大概这么个样子 拿一个调和的绿草药 存个档 存个档 这样看一下,近战斗直接是火药弹开局 然后,二阶段应该会更难 二阶段之后直接,别人手雷 好,那我看看 两阶段应该会OK 好,这就是 好,先不知道 好,来吧 好,来吧 好 好 我 好 好 没有一下打死 好像还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直接就跑到 跑了就好了 让僵尸先打掉 远处的僵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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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干什么? 他怎么没有他在打谁 他在干什么? i got some more incoming number five i got this not my candidate i'll take it i got this 恩 彈藥不足了 這邊的話 這是手槍彈藥 別的 我怎麼不夠了 這個好危險 這是 死了 死了 天啊 彈藥有點緊張 這火 直接是散彈槍 直接彈進兩局 倒是有一些 榴彈炮在 這個是Finger的說明書 這樣最終的戰鬥 我感覺 帶加起來藥 可能甚至都沒有什麼用 因為基本上會 所以 起碼之前 Nightmare 就是直接被boss打到 就是 基本就是等於死 他的連擊實在是太變態了 恩 拿上 Magnon拿上這個 Burst的 手槍 然後 還需要帶什麼 需要帶手槍彈藥 Magnon彈藥 回血物品代碼 其實 代碼我覺得 區別也不是很大 大概這麼一樣子 可以存檔吧 還好是可以存檔 只要是不能存檔 就有點難 作戰的時候 然後 場地上好像可以撿更多的手槍彈藥 但是我覺得目前我這些 備用彈藥應該是夠的 留兩個空位吧 留兩個空位 大概這麼兩樣子 存檔 是一階段手槍 二階段以後 用Magnon 三階段能不能打進 我都不太清楚 我去那一下秒 好吧 我覺得可以不帶加血品 一下秒 好吧 剛才是 說實話 這個BOSS還是練習的不夠 之前在Magnon 只是練習了大概 十分鐘的樣子 最難躲的 就是他的那個 拍地的一個 減速的一個攻擊 我估計如果我要想 迅速的把他打著 我可能是不能說話 然後 全力的集中 呃 這個有點難啊 剛才我為什麼 我為什麼感覺 我都沒有時間去躲 他的那下一個攻擊呢 那 嗯 之前是往左跑 然後 他的那個砸地是砸不到 剛才是沒有跑到位 現在我們死了 你聽到嗎 你聽到嗎 怎麼還有一點 這個速度有點 有點快 而且我 不適應這邊 減速 這麼一個 時間忽快忽慢 真的是很難 很難適應 等於是往左跑 打他一下 然後跑到前方 應該是砸到了 哎 還是 又 吃了一個教訓 就是剛才這攻擊 在中場 一個是會打到 另外一個是 剛才我是想 直接是通過走位 因為我不想 直接 吃他這個迴避 吃完迴避後 時間忽快忽慢 還是不太 在適應 我剛才是走位不到 在中場會被打到 你聽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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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還有一點 我會不會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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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他這個攻擊 是 攻擊模式是固定的嗎 一個快 然後第二個一定是慢 我好像死 他這個第二下的慢 我至少死了 好 兩三次在他這個攻擊模式上 BOSS好像是想雙手砸地啊 砸到一半 我這邊又是拿了RioGon 他直接 攻擊直接被取消了 這次 等于是刚才是躲避后不攻击应该会更好的 吃也更好些 问题是有的时候我的自动瞄准会瞄到打不到这个肿肉上面 真的是非常恶心 新的攻击 新的攻击出来等于是说他的攻击模式走位我感觉没有变 有时候攻击模式并不是说是固定的 刚才我感觉上我走到了场地的左方 他的连接后还是砸到了我 有时候以后还是那个攻击还是尽量躲一下吧 吓死我了 拿枪的一瞬间在我身边是两拳下来 攻击模式进行了改变现在有点不适应了 我感觉不适应了 拦上了 拦上了 现在我们在门 返不过来啊 别啦 服务队 你让我自己也得了 我们不想到必须的地方 现在我们谈过 哇 这 太流氓了 这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刚才是 我觉得我翻滚时机是对的 但是被那个酸直接 给打断了 现在我们的工具 现在我们在码 赶着 你不听了吗 你觉得这些吗 你怎么做的 我做的 那我做的 我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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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在看了,这真的是反不过来 主要是容缩性太低了,练习的机会都没有 能是往左跑,打一下这个,他会出连杂,然后往左前跑 又瞄这个 我现在唯一对游戏机制不满意的就是你 紧逼回避后会有一定时间把你的损失锁到一个打不到的目标上 我希望那个期间你可以自由瞄准 这样,我估计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必须打得完美 刚才我上子弹是,我觉得我有可能miss,所以是提前上个子弹 才发现上弹速度太慢 可能就是你必须整个一个弹夹 我回晚了 我觉得吧,已经半个小时了,我可以再练大概三次 如果还是这个样子的话,我可能要就是带防应必打了 毕竟是 这个就是练习练习练度,但是你要是 只是直接一下被秒的话起不到练习作用 或者说就是练习起来效率太低了 现在主要就是怪物的速度比Nightmare还要快 像个疯子一样 想往左跑 咋地 他能不能不秒这个啊 这根本看不见啊 但是需要学在飞减速的时候 他那个缓慢手的一个躲避时机 跟在减速的时候缓慢手的一个躲避时机 有点不适应 多早了 我可以不用,我不往远处躲 我可以往回躲 或者是对着手滚 但是对着手滚 会造成我回避后 可能离着我想去的地方 更远一些 看一下 我怎么没有拿手 这是我之前说的情况 我已经攻击完 攻击完后 我已经第一时间按翻滚了 但是就是没有滚开 我觉得就进行一个妥协吧 直接带防硬币打了 直接一上来被秒的话 是真的什么都学不到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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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完全不一样 好吧 好吗 好吗 这等于是 这像一个软狂暴机制吗 好玩后 他出杂 你是躲不开的 也就是说 你在没有硬币的情况下 血不满的情况下 一个回 一轮 cycle 你没有把他打死 你就直接是game over 这个有点狠 现在主要问题是 回避后的自动 自动瞄准 今天会瞄到打不到的地方 我很无奈 怎么又打到我了 这个瞄准究竟是 之前不是没有打到吗 之前不是没有打到吗 我没有带硬币 另外我是血不满吗 我喝了好像血不满 我大脑已经有些麻痹了 好 A main compartment Now we're talking You felt that, did you? How about some more? tule this is a short trap 但是我就可以赖游戏嘛 你直接让我瞄到一个脖子后边的肿瘤 明明前面还有两个更好打的 为什么不让我去瞄它 可是第二机 如果按照正常流程走的话 第二个手砸下来是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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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身上我 你还被捣好吗 你什么那你 你怎么那么再来 了吗 这是什么 我要把这个手码 我现在还会跑上了 我现在不是说 我可以在这个手码 我自己的手码 我看第一个手码 你也不就在这手码 你的手码 你得上了 你不定 啊 你总在这手码 比较成功 好 等于他这个这就是一个新的手的攻击是起手慢 然后后上接三下快的 摄像机还是太不能看到怪物的全貌 这就 我 - 走啊!- 我要把你放回頭了! 這真的沒有辦法啊 只能是憑感覺 反正我憑肉眼觀測已經是反應不過來了 比Nightmare的速度要快很多 就感覺需要憑感覺來躲 好 集中精神吧 看看 啊!- 唉!- 唉!- 阿!-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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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是 我真的是沒有折 你要是說全程都是一個速度的話 沒有翻滾後的一個這個子彈時間 我都覺得會更好打些 欸我真的是不太適用你這個忽快忽慢 奧斯變速怎麼弄 啊!啊! 啊! Go ahead! I'm gonna put you right back on your ass! 可是沒有打到我啊! 啊! 這個緩慢我不太清楚 我覺得可能是 這個左爪子的緩慢就是起手的緩慢 我覺得應該是由於我 他之前沒有緩慢時間 所以比我想像中的來的要早一些 之前他右爪子然後左爪子第二下的緩慢 尤其是我第一個攻擊躲了 所以時間會變慢 這兩個 這兩個時機還是不太一樣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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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真的是不一樣明顯變得慢了很多 我會放你 再回到你的屁股 還有一下 五下 一下起手慢 然後接三下快的 第四下慢 第五下快 中途不能加血 加血後就直接中招了 我死了吧 這個還是比我想像是要來快很多 只能是集中精力了 沒有辦法 出招第一時間要判得出來 感覺要靠法揚是躲不掉的 必須要預判 1個 4-0 4-0 4-0 5-0 4-0 4-0 i know you 还是太快了 真是不适用这边这个子弹时间的 给个手雷是什么想法 我死了吧 我死了 i can run this epalm th my 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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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追死嘛 我最精彩了 我最精彩了 我不明白这个手雷有什么用 没有用 没有用 手雷一点用都没有 没有我直接用水不要你 怎么还有6下7下8下 真是疯子一样 我有我血不满 我看不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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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m sick of your shit all power sources activated powering up next time take the fucking hit next time take the fucking hit anxd 好吧 这样 最后只是 我是稍微有点没有耐心了吧 还是使用了二周末的防御币 甚至是增加容错性了 不过我感觉熟练后这个BOSS 应该等于是纯一周末 应该是完全打不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边 开荒毕竟在录视频 我要是等于是 我4点时间打 可能在这个BOSS上卡上两个小时 即使是 一周末的物品硬磕 可以磕过去 但是大家看起来估计也会比较无聊 其实这个BOSS应该 应该已经卡了将近半个小时了吧 还是 难度的跳跃还是蛮大的 可能我是不太适应 到了之后呢我是发现 可能是在那个减速的子弹实际上是稍微有些适应了 可能是躲起来成功率是高了一些 可能也跟我使用防御硬币相对是可以增加 增加容错性 可以是见到更多的 见到更多的 他给攻击的一个模式 从而是练习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 这样 这 Inferno的开荒也就是 到此 应该算是结束了 死了 44回 这边我记得好像在Downtown的时候跟Nemesis硬磕 是死了很多次 最后的BOSS也是死了很多次 其他的地方死的 我是有点太记得不清楚 感觉难度还是挺挺有挑战性的 之后 嗯 你可以退出来 解锁了一些 这个模型 呃模型 这个吗 我不太清楚是是刚才解锁的还是 是 好像是可以看吧 看这边的记录的话 嗯 这个Dominator是 直接是完成Inferno 是解锁这个 可能还会有 我猜这个应该是 这是Netmare难度的S S评价这个 但是他的 点数奖励是0点 我猜可能就是Inferno的一个 完成 S难度 看一下 他的要求是什么呢 要求也是2小时存档5次 估计 我可能就4点时间打一打吧 这边我看一下 我觉得整个双卫机3代 开荒系列视频可能到这期 应该就算是正式的完结了 也是从Hardot开始 三个难度一点一点的开荒上来 之后呢 我估计我可能会像2代一样 我4点时间去 就是不去不开麦 直接是录一些 类似去挑战视频 像这边Inferno的一个S评价 我估计呢是 我目前能想到 就是一个Inferno S评价 然后不使用2周目的一个物品 看看能不能挑战成功 可能录一录 其他的东西 要是再有其他可能 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我也可能录一录 不过开荒视频到这期 就算是正式的结束了 也是实际上大家能喜欢 见我们之后的其他视频见 拜拜 谢谢大家